今天录制的一个具体 像我刚刚其实录下来就两行 那这两行的话跟各位讲一下 哪些地方是关键 第一个的话是Active Shoo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意思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话呢 我增加了一个Sharp 这个Sharp 这个Sharp其实指的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图形 然后这个图形里面我要增加一个图表 Add Charp 而且它版本是2 实际上它Add Charp没有2的 不过是好像是以色列2007以前的版本才会用 然后后面332跟这个什么XLLine Markers 这个就是折线图的参数 那其实我们可以做几件事 第一个 如果我要移动它的位置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在后面加上参数 比如说把这个删掉 如果我希望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这个M1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怎么叙数 很简单 你直接在这个刮弧里面 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它的左 就是它的AXL的坐标 那我希望放在M1 M1的什么呢 M1的左边这条线 所以呢我就给它这个 这个程式 比如说M1这个 那我就 程式部分的话呢 我就写什么 Arrange 跟它讲你帮我放在那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呢 就是那个M1那个储存格的左边 左边的话你就点打一个Legs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呢 它的位置放在这条线这里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第二个坐标是在哪一个的 Y左部分呢 就在哪一个储存格的上面 所以这里的话你可以把这个RangeM1 再加一个逗点 逗点就是第二个是它的什么呢 垂直坐标在哪里 在这个M1的上面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会画出一条线 画出一个坐标 两条线画出一个 就是在这个 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图帮我放在这里 OK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假如说我Run一下 它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图放在M1 其实在这里 M1 这个才在M1 M1的位置 那第二个的话 这个大小 可是大小我希望500跟10列高的话 显然这个不是 所以怎么办呢 再来的话你其实才可以再增加什么 刚刚增加两个参数了 就是坐标 然后在这个后面再加逗点 宽度是多少 宽度500好了 OK 高度多少呢 高度呢 我希望它是10列高 那10列高我可以用什么当基准 其实一样 你可以把M1这个 Range M1这个 复制到后面这边 跟它讲说你的高度 它的高度是什么 点HIGH 这个点 这边有个属性叫HIGH 就是它这个储存格的高度 那储存格的高度 其实就是等同一个列的高度 有没有 那如果我要10列的话呢 你就怎么乘以10 这样都OK了 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做出来的话 它画出来就刚刚好 这个M1 然后呢 所以刚刚加了四个参数 Labs跟Top 然后这边到这边的话是500 然后这边到这边的话 刚好就是第10列 刚好第10列 这样就美元的部分OK 好 第一个需求完成 所以我刚刚主要是做 这个把录制下来的这个去期 增加了总共会有 这个刚刚录制的嘛 增加这个后面东西 总共四个参数 四个参数 然后其中的话呢 这个两个是坐标 这个是宽跟高 OK 就加这个就可以了 那就有我们要的做 这个 可是接下来 如果我接下来 我需要怎么 把那个人民币放在下面 所以这边把它删掉 底下这个删掉 这个背后再删 我希望人民币放下面的话 那个程式该如何录制 这个录制 特别是可能要注意一点 一样选举范围 可是刚刚我们是选这样的范围 Ctrl 序幕向下 但是如果你要画人民币的时候 记得你不能说三栏一起画 它会变成两个折线图 会变组合图 如果我只要日期跟人民币的话 记得你选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游标放在A1 Ctrl 序幕向下 然后再来 选就是间隔B栏 再选C栏 这个时候请你按Ctrl 键 点C1 再按Ctrl 序幕向下 这样才能选两个范围 特别只有一定要这样选 如果你选错的话 那结果 这个也会不对 然后一样的方式 我们录制区集看看 刚刚不是录制 刚刚是录制区集一 现在录制区集二 OK名称 当然你可以改了 我暂时不改了 然后做什么呢 一样插入刚刚的这个什么呢 折线图 OK 人民币就出来了 好 那把它关掉 就是录制的时候 停止录制 并且观察一下 我们刚刚录制的聚集二 那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在这个Source 那么后面 我是建议Range 如果它有出现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一是哪一个 就这一个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删掉 另外的话 里面如果有钱的符号 也是一样把它删掉 所以把它留下最原始的状态 那你会发现 它是两个方法 A1到B37 那另外这个是人民币的部分 人民币跟刚刚美金 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一样我把那个就是 那个工作表拿掉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钱的符号拿掉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它这个 好像长得跟上面不太一样 它是什么 第一个范围是A蓝 所以它是A1到A37 那豆点之后 后面加上C1到C37 所以呢 是不是说我们将来改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 其实这个应该也可以改 改成什么 改成豆点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A 37 然后后面的话 把这个改成什么 豆点 这边改成B就好了 B37 这样的 执行出来的结果 理论上应该也是会是一样的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这个把它拿掉 那这个的话执行到这边来 有没有 B栏看一下 这样也OK 那再来人民币应该放哪里 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拿上面这个来复制贴好了 所以后面这些直接拿来Ctrl C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后面这里 贴上 当然如果说我将来 我希望人民币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的下面 所以呢 它的位置应该是会是在哪里 在M的什么 M的11 因为它这个列高刚好10 所以刚好M的11在这里 然后列高一样是10个 所以到底下就刚好一直帮我到20 OK 一样宽的话一样500 这个就不变了 那所以我只要怎么做呢 只要把这边改一下 这边改成11 有没有 然后呢 宽一样是500 那高这个就不动了 因为反正它的每一个出称格的高度都一样 你用M1 M11 其实到底也是一样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执行给各位看 如果这个程式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人民币呢 就会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画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资金 人民币就出来了 所以人民币就完成了 第二段 那你想说我们终极目标是希望什么 全部 全部哦 所以如果要全部 当然不是叫你说再复制一个 贴上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M21 M21 然后这边改成D 有没有 然后再贴M31 然后这边改成E 那其实 每一个每一个假设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不就是全部了吗 可不可以这样写 其实说真的啊 如果你不会写回圈的人 你当然可以这样写 只是程式会变很冗长 因为有10个栏位 那10个栏位在层上每画一个图要两行的话 那就20行 其实20行程式看起来好像不多了 不过好像有点累赘 所以最后我是希望 我们最好是可以配合一个回圈 就可以帮我把刚刚要做的事情全部完成 只是说那个回圈该怎么下 这个可能比较困难 不过我会把最后答案给各位 那只是说它的规则 它这个是第一个1 第二个是11 第三个应该就21 所以它有规则性 它基本就有1 那每增加一个就是再加10 10的1倍 10的2倍 10的3倍 所以哦 怎么去把这个公式把它写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 第三次应该是D 一直到好像应该到哪里 到K吧 有没有 B到K 那怎么做 所以这个部分难 应该今天最难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